居家空間裡每個設計細節都離不開屋主對美好生活的依賴 摩登亞社設計師王思文聰明運用燈光的魅力 為空間添增了幸福的暖意 這個案子是一個三代同堂的案子 然後它的風格是因為我們要迎合每個成員的喜好 所以我們把它做得比較簡約 然後有符合日式度假風的感覺 讓每個家人回來的時候都有放鬆的感覺 所以在空間的營造上面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的空間 客廳跟餐廳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對燈具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要考慮它的照明度之外還有色溫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逛燈飾店的時候 我們就幫屋主挑選了這一款菲利普的LED燈 那LED燈它的好處是它很省電 很符合三代同堂的成員使用 因為它很節約預算 然後再來是它對餐桌上的照明度是非常柔和的 然後感覺氣氛非常溫馨 所以我希望就是這個菲利普的燈具 能夠讓這個屋主感覺到全家凝聚的力量 因為其實屋主除了在這邊用餐 然後可以在這邊吃完飯 然後我們喝個下午茶 或是我們可以在這邊聊天 做聚會的場所 或是有時候小朋友有功課拿回來的時候 我們爸爸媽媽也是在這個餐桌上教導小朋友功課 勞作的東西 所以這光源是很重要 像我們挑選的這一個菲利普的燈飾 它就非常符合這種多機能性的需要 比如說它不管是工作燈也是一個餐桌燈 一起做這個燈圓的使用是非常適合的 貼心的設計師為這五口之家 安排了凝聚情感的空間 讓彼此更珍惜相聚的時光 設計師也特別在兩間小孩房中 發揮了貼心的巧思 從布置細節到燈光配置 都為兩個小孩打造了專屬的個人空間 這空間是一個大概是國兒的小女孩 然後也是屋主的大女兒 那它個性比較像男生比較男性化 所以我們就希望在它的小房間裡面呢 能夠讓它有一些女性的特質 比如說我們佈置了一些植栽的花朵 或是我們壁子選比較有花色的氣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也替它選購了這種小花朵的燈飾 讓它現場看起來比較柔和 因為這個燈我覺得那時候看到它的時候 就覺得它好俏皮喔 然後我覺得很符合這個屋主小女孩的氣質 因為這個小女孩呢 她雖然是一個女生 可是她是非常有個性的女生 然後她在個性裡面 也有帶有一點敲哩的感覺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選了菲利浦的燈具 因為我們當時在選購燈具的時候 其實我們參考了好幾家的燈具 那我們後來選定這個菲利浦的燈具 是因為我們覺得它顏色很鮮豔 然後很鮮明的可以展現出屋主不同的個性 然後而且它的色溫很柔和 可以為我們居家帶來溫暖的感覺 走進南海房 設計師透過聰明的燈具選擇 凸顯了兩個小孩不同年齡層的獨特性格 因為這一間小朋友 她主要是一個小男生 國下的小男生 那她因為本身的個性 還很俏皮 還很活潑 那我們也容 媽媽希望她趕快長大 所以其實這居家環境 我們並沒有做得特別的可愛 我們只用一點裝飾品來妝點它 所以呢在我們選購燈飾的時候 我們一樣就是選購了菲利浦可愛的小燈 那這個燈的話我覺得蠻適合它 是因為它年紀比較小 然後它如果進摸的話它不會發燙 並且它的材質跟塗料 都是用無毒寬爆的材質 很適合比較小的小朋友來做使用 生活有許多種可能 而燈光也不只有一種亮度一種表情 設計師用關鍵式的燈光 凝聚了家庭生活的重心 也為居家環境創造了加倍的樂趣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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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